那么好 我想问一下原告 你接下来还要控诉谁 有 有 还有 我还要控诉杜庆怡 看这里 是藏伙妈 是藏伙妈 我找啊 你作为一个喜剧演员 你非得一天 你把自己弄得美美的 你这样凌争搞笑 你知道吗 不然你等会儿 你刚说什么 你说我美美的 对啊 你曾经穿的美美的 你也想搞笑了吗 狂胖 别别别 你说我美美的 你要干啥呀 你是不是 你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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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瞧你那怂样 你是不是说我美美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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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眼光 听见呗 听见呗 她说我美呀 八卦 我认识 娜娜 我也说你美美的 来吧 我也说你美美的 来吧 哎呦 天呗 是吗 是不是 好 那娜娜 晓风 到现在为止 你们两个人是主动认罪了是吧 我认罪 我认罪 我有罪 我有罪 我美都是我的错 好 现在本庭宣判 宋晓风 范红娜罪名成立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位原告 这个 各位啊 虽然咱们多次合作啊 但是今天咱们坐到这个位置上 也实在是不好意思 与其他搞笑司客 有着相反任务的宋晓风 在第一轮控诉中 以夸张的演绎主动认罪 顺利完成任务 接下来面对助演的控诉 如果主动认罪 未免嫌疑太大 那就只能让冷面陪审团 举牌决定了 可是 对于搞笑担当来说 搞笑容易 不搞笑 能做到吗 我控告 我控诉 我觉得他们四位搞笑刺客 完全不称职 完全不搞笑 没有我们来为你们捧人 你们哪儿还有笑料啊 哪儿还有笑点呢 再说宋晓风 就说水贼王那几个 我不告诉你此处可以有诗 你能做诗吗 你们要是能即兴地赴诗一首 哄哄本大王开心 没准我还能帮着他们 大王 一言不合就做诗 大王来啊 今天运表很荒唐 你们几个很休长 中国水贼哪家强 还得东北的水贼王 太有才了 你做完诗我不反应 能有效点吗 我说一句话 你们顺着我这句话往前演 我不去给他们捧 看看能不能出效果 是不是 杀鲤 不用你配合呀 你就是个纸银 你就是个纸银 纸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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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我也能达到啊 他就是那个纸银 纸银王 你们 对啊 咱们大鸣鸟鸟的水贼王 怎么不认识 他是不是叫指人 指人王